目前幾乎所有的大樓 餐廳 甚至是超商 都祭出實名制的管控 但不論是手寫資料 或是手機QR Code 線上填寫個資 還是會有自己潦草 或者是刻意填寫 不實假資料的疑慮 無助於疫調的追蹤 就民眾建議 應該要整合市面上的QR Code 實名制系統 來降低繁索的填寫過程 麥當勞各店門市前 不僅有專人負責消毒 量測體溫 還要求進出的消費者 一定要填妥資料 徹底落實實名制 上面藍色網址 幫我點選進去 填姓名和電話 民眾可以現場手寫資料 使用過的原子筆 也會立即噴灑酒精消毒 而不想手寫直接碰觸者 也可以透過手機 掃QR Code 線上填寫個資 路邊攤我有看過要實名制 現在可能就要先習慣一下 畢竟就是有這種需要 麥當勞張貼公告 強調早上十點半過後 取消店內用餐 只有外帶或外送服務 直到五月二十八號指 另外雙北地區星巴克 也配合升級防疫三級警戒 約兩百零九家門市 入店需要配合掃QR Code登錄 全面禁止內用 不過部分民眾認為 只有QR Code沒有手寫 對年紀較大的民眾不友善 可能不知道怎麼操作之類的 說有人填假資料 另外雙北四大超商門市也啟動 十連制 手機掃碼進出需填個資 但民眾認為應該系統整合 尤其同一品牌 每進出同一家店就得重填一次過程 太繁瑣 目前臺北市政府有一套臺北通APP 進入臺北市各大百貨公司 量販超市 只要顯示隨行碼 就可以快速通關 另外高雄也有建立一套QR Code 實名制系統 不過日前行政院開會 將以手機號碼為基礎 整合一套全國系統 能有效降低假資料理率 記者宏林 張國良 臺北報導